欢迎大家出席2021-2022年度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四轮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公平贸易咖啡能有效扶贫 由正方沙基湾官立中学对反方补血会上至英文书院 现在先为大家介绍双方辩元 正方主辩陈军叶同学 一副吴子欣同学 二副龚文杰同学 杰双几文欣同学 反方主辩张泳欣同学 第一副辩王二丽同学 第二副辩龙子欣同学 杰双张慧家同学 现在为大家介绍三位评判 他们分别是天主教崇德经文书院中文辩论队教练 黄一熙先生 加密柏语中学辩论队负责老师黄文杰老师 人制医院林伯恩中学教师黄智讯老师 本场比赛分为主辩台上发问 一副二副台下发问 结辩共六个环节 台上变缘发言时间为4334 每位台上变缘发言时间结束前30秒会有一丁的提示 时间到会有两丁的提示 过时15秒就会有三丁的提示 假设本人将会打断变缘发言 并且提醒评判扣分 而我们都会用人口、人声去叮 加上手势1和2 所以各位变缘也有责任留意那个萤光幕 而详细赛规早前已经发布给这么多间参赛学校 请问双方对于赛规有没有任何疑问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比赛正式开始 现在先请正方主辩发言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试咪试咪请问听不听清楚 主席听得清楚 如果准备好可以向镜头点头示意 可以 在座各位大家好 相信大家都有喝过咖啡 但大家又有没有想过背后种咖啡豆的浪文呢 在传统贸力上 但无份斗笼都是因中间人出售咖啡豆 但斗笼欠缺二家能力 故往往受中间人魔尝 一杯价值三十元港币的咖啡 收入就往往少于一元 抖笼因此入北呼之 出现举家挨饿 子女失学 无力负担医药费等情况 有见传统贸力不公 华帝就开始提倡公平贸力 根据四大公平贸力组织 非正式连线花人的定点 公平贸力是指一种 见机于对话 巨透明度 和相互尊重的贸力关系 透过给予生产者更好的贸易条件和保障 以达致可持续发展 顾本平贸力并非指一些实质措施 分而强调一种平等贸易关系 顾实浅上可以有不同的方式 而现时最重要的形式 就是省却中间人 斗笼和市场有份直接的联系 以提升收入改善贫穷 值得留意的是 现时斗笼的贫穷问题是错终复杂 难以靠单一措施解决 顾面提中的有效扶贫 绝不可能是要求公平耐力咖啡 可以带领九龙完全处理贫穷 反而 双方要审视公平耐力咖啡 作为一个扶贫机制 是不是可以消除贫禄 脆弱的根本 正如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经济学校 教授Collins Ayo所言 扶贫重点应该摆在增加穷人 获得基金服务的机会 为他们的产品提供可靠市场 顾行量是否有效扶贫 就要审视公平耐力咖啡 能否对应以上扶贫重点 岸方政立变题原因有二 第一 增加农民收入 改善基本生活条件 公平耐力下 由可商购买咖啡豆 都必须给予农民 不低于每磅1.26美元的最低收购价 值此保障基本收入 例如 台灣北監視基金会 每公斤約台币50元 和馬拉波加区的咖啡龍購買咖啡豆 被咖啡龍原先自行兜售 每公斤接近20元台币 接近高出一倍 難怪2013年 戈亭根大學 在乌方大陸研究就發現 公平耐力認證 令努民增加三成收入 搞出了不成分和機會 此外 入口箱 還要額外支付一筆社區發展金 農作當地的基礎建設 例如 王都拉斯利用社區發展金 建設道路 飲用水計劃 維護學校和社區發展 又例如 哥之達耶加利用社區發展金 支持70間學校改善工作 提供6700個獎學金 可見 公平貿易咖啡能夠增加農民收入 並改善當地的生活條件 讓窮人獲得基本服務 會有效負貨 第二 組織農民網絡 促進產業發展 公平貿易下 斗農間會成立合作社 不但促進技術交流 以此能夠促進產業發展 例如 八個華新基內亞合作社 向農民推廣有機堆肥 和土壤管理知識 自修成量不斷增加 由050200公噸上升至120 近1200公噸 又例如 坦桑尼亞合作社 在國際公平貿易標籤的組織幫助下 建設出口販工質 縮短產業點 甚至 自己的希銀房 為斗農提供低息 少額貸款 可見 合作社團結了當地不同的農民 成功發展出更大的咖啡產業 為斗農提供可靠市場 會有效負貨 最後 想問有方 既然你覺得公平外力補助負貨 那是否應該立即取消它呢 多謝各位 正方主便發言時間為3分39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反方主便 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正眼鏡頭點頭示意 可惡 大家好 首先回答右方同學問題 右方同學問是否應該取消公平貿易 右方說是因為它無效 首先右方同學發洩現況 沒錯,現在一群農民的收入的確上升了 但同時支出也一樣多了 為了參加公平貿易咖啡 咖啡龍至少會多了三項開支 第一,舊金山大學經濟學教授Bruce Whiting指出 他們需要為每磅咖啡豆繳付0.03美元 而確保咖啡豆受到認可 第二,根據台灣公平貿易組織的研究 由不同咖啡龍所組成的合作社 每年亦需要向國際公平貿易組織繳付1200至3000美元的年費 而確保他們會繼續向咖啡龍購入咖啡豆 第三,為了確保咖啡豆的數字 符合公平貿易的標準 咖啡龍需要購買特定的肥料和殺蟲劑 但德國霍欣海武大學的研究指出 大多數第三世界的農民是無法負擔這些費用的 因此即使收入上升、交代成本和以上的開支之後 都不代表他們實際上可以賺到的錢會必然增加 所以有方不可以單講收入上升而不提開支 請有方下個便位交出實際數字 比較扣除成本之後 農民可以賺多了多少錢 現在咖啡龍面對著的主要問題 助於給咖啡商壓價以至收入低微 但同時因為社區缺乏基本的教育、醫療等設施 令生活水平持續低下 又見及此 早於1998年國際公平貿易組織推行公平貿易認證計劃 獲得認證的商品帶有統一的公平貿易組織標籤 一方面確保咖啡豆至少可以以公平貿易最低價格賣出 另一方面設立社區發展金 希望從基建上幫助農民改善生活 行量變態準則在於公平貿易咖啡能否幫助農民增加收入 並長遠地改善他們的生活質素 我方反對變態原因有二 第一,加重農民負擔,難以增加收入 公平貿易的原意是為咖啡龍創造更加公平的貿易平台 令咖啡龍的收入可以覆蓋支出 但現況就是對於咖啡龍來說 公平貿易所需要的支出甚至多過他們可以賺到的錢 美國公平貿易協會的可持續生產成本研究發現 調查中所有加入了公平貿易認證的咖啡龍場 支出都會被收入更加高 以墨西哥為例,咖啡龍場的收入是每磅1.75美元 但每磅的成本則是2.5美元 難怪德國霍欣海務大學針對尼加拉瓜咖啡龍的研究都指出 或是貧窮線以下的公平貿易咖啡龍比普通咖啡龍更多 由此可見,公平貿易咖啡不單幫助不到農民增加收入 反而會令農民得不償失 第二,未能對證下約貧窮問題持續 要做到有效扶貧就必須針對真正貧窮的人提供幫助 然而公平貿易未能優先照顧最窮困的國家 令在落後國家的窮人得到的幫助大大減少 根據國際公平貿易標籤組織2021年的報告 在參與公平貿易的國家當中 最窮的咖啡種植國,例如埃塞羅比亞、肯亞和坦桑尼亞 只佔公平貿易交易總量的一成 遠遠比不上墨西哥和巴西等相對富裕的地方的交易份額 而就算是中等收入的國家 公平貿易咖啡賺到的錢都是幫助不到最貧窮的咖啡工人 前公平貿易國際董事會成員BigPlexer指出 不少咖啡龍因為收入不足以應付日常開支、 全食主、飢餓狀態 由此可見公平貿易咖啡針對不到一班真正貧窮的咖啡龍 令他們的生活一直得不到任何改善 最後想問有方承認公平貿易咖啡幫助不到最貧窮的咖啡龍 多謝各位 反方主便發言時間為3分46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然後是台上發問環節 先由正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員向反方主便提問 發問時間為1分鐘 之後反方會有1分鐘的準備時間 然後有1分鐘的時間去回答 而提問回答和準備時間都是一樣 於限時到達前的15秒就會有一丁的提示 夠鐘就會有兩丁的提示 所以如果在準備時間聽到一丁 是不需要急著出來回答 然後輪到反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員向正方主便提問 亦都請評判留意填寫分數的次序 反方分指第一格 依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 去到第二格才是發問分數 現在有請正方先派出一位台上便員發問 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請問聽不聽到 主席聽得懂嗎 可以 請 請 各位大家好 正如我方主便所說 以前咖啡豆農在不存在公平貿易機制的時候 往往會因為欠缺異價能力而被迫低價買出自己的產品 而公平貿易理念和組織出現後 由於更多咖啡豆農會一起組織地方的合作社 透過和公平組織交易 從而確保參與的咖啡豆農都可以有一筆穩定且合理的收入 所以想問由方 當我們見到哥廷根大學在烏光達的研究都證明 原來公平貿易認證是令到整體農民增加了三成的收入 減少了五成的貧窮機會 為何上述的轉變就不符合有方所說的提升收入 改善生活組織的有效符合標準呢? 多謝各位 現在進入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並安靜一下 裏面是該火門的 你應該一段時間 小限時的訓練 一回憶 太孖就是 太孖就 一個活動的 你 都知道 也不想再聽 過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有請反方主便作答 你有一分鐘的回答時間 準備好請看鏡頭C2 有方同學一出來就跟我們說烏光達的例子 有方同學有沒有看到 原來墨西哥這些地方 他們的收入確實比支出更少呢? 所以有方同學現在只是舉出了一個鼓勵 我們又看回烏光達的例子 發展經濟學家Christopher Kramer的研究發現 公平貿易咖啡並不能改善 並不可以改善烏光達最貧窮農村人口的生活 有公平貿易的認證咖啡農 工資比其他認證可比地區的咖啡農 工資更加低 原來當日他們參加了是沒有任何幫助 甚至在虧錢 那又怎可以算是有效扶貨呢? 多謝各位 接著輪到反方提問 請反方發出一位台上電語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可請向鏡頭示意 可以 定 還有各位 有方同學的準則就是要解決他們破碎的根本 但問題是這個根本是什麼呢? 有方從來沒有解釋到 所以他就說有最低的收入已經在幫助他們了 好,我們不看孤勵 看回現況以秘魯為例 做了公平貿易之後 78巴仙的咖啡農在淡季期間至少有一個月的食物供應不足 甚至乎36巴仙的咖啡農在淡季期間缺乏資源是要寫一些質量很差的食物的時候 想問有方同學 公平貿易原來是會搞到農民連飯都沒得開了 在你立場底下 是不是因為它貧困我們就做任何一件事 不管後果是怎樣 不管結果是怎樣 不管成效是怎樣 都叫做有效的扶貧呢? 各位 現在進入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政方主便回答 你有1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思议 声闻听不清楚 主席听得清楚 可以 订 因为友方只是一个简单归音的结果 友方提出的例子只是说做完公平务力的发展 但是没有提出过任何做公平务力之前的情况 完全没有一种对比性的 第二 关于我们的图本标准 我们已经说过了 我们已经说过提升收入 和社区发展金等等不同的措施 不知道有方同学 请问有没有留意到我们所说的 第三 就是这个孤立问题 有方同学一直在说我们的图本 是一个孤立的标准 但其实有方同学出的秘露 都只是一种孤立 一个国家作为一个例子 是没有提出过一种整体的数据 请问有方同学自己解释 多谢各位 需要该选择 们旁边就これ以下 这个帮助 versus面接就一种 并非虎是分别晋车 我想愿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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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聽不聽得清楚? 主席聽得清楚? 可以 各位大家好,來到一副這個位置 我們用兩條問題來總結 第一,什麼叫做有效扶貧? 今天我方完全明白貧窮原因多元化 而幫助脫貧的實惠有很多 但是我們要強調的是公平貿易機制 只是針對農民於脫貧 而他只是眾多扶貧政策的其中一個 所以右方你不可以比我方的門檻這麼高 重點的方法是如何保障農民不被中間商所剝削 我方主席最後問到 當公平貿易沒有了扶貧的時候 是否要立即決定? 右方就說不是 但是政策無效 所以到最後都是無報於是 所以現在雙方都肯定了公平貿易存在的價值 只不過雙方在執行上的意見有所分歧 我們現在看到 北加士基金會承認陳英慶表示 馬拉威波卡區的50多歲女咖啡農民Martha 有7個小朋友 她原本生活非常困難 但在公平貿易的機制之下保障到收購價 令她不怕虧本 比預期每日平均收入超過2美元 從而脫離貧窮 另外 中美洲咖啡小農 將每磅元豆以20美分的價錢賣給中間商 但是公平貿易公司 就以每磅1.26美元的最低保證價向小農採購 另外 公平貿易公司還會將利潤回饋給農民 令他們可以發展基建 長遠還可以自力更新 如果有方 你這樣覺得不是叫有效增加收入 不叫有效扶貧 反問有方怎麼為之有效呢? 第二 公平貿易是否持續長遠的扶貧機制 今天有方反對變題有三個原因 第一 公平貿易機制不可以對正下約有方 這是一個非常苛刻的要求 是一個不公平的比較 公平貿易所設立的最低收購價 和社區發展基金都是針對於農民 實際上公平貿易這個概念 仍然處於發展中的階段 所以未來我方會希望普及在全球 而我們需要一步一步來 不可以一步登天 這樣才可以將公平貿易普及化 第二 認證費用 有方覺得多少才為之合理的水平呢? 標準收取費的認證費是每磅0.03美元 然後公平貿易保證的收購價最低收入是1.4美元 更加有機的作物最低收入是1.7美元 合作社都需要行政費用去營運 為何你覺得0.03美元不合理呢? 到最後 波卡區另外一位今年才20歲的女咖啡農民 聽著 由於在賣咖啡豆令到她有穩定的收入 她靠自己的努力去籌了學費入大學 當我們看到公平貿易咖啡能有助農民增加收入 令她們不再被中間傷剝削 甚至乎提升當地的生活素質 我們有甚麼理由去不買一杯公平咖啡來喝呢? 多謝各位 正方一庫發言時間為2分59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反方第一庫變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可以 試咪試咪 主持人聽得清晰 可以 定 再告訴大家 其實聽完有方的發言 我方很不明白有方究竟在說甚麼 首先有方先不要跟我們打倒錯人 他跟我們說 其實我方是承認公平貿易存在的價值 但我方主便跟你說 我方是要取消公平貿易 所以不明白有方究竟在說甚麼 再來看有方跟我們說 原來今天要公平貿易去對證下約 其實是一個太苛刻的要求 但今天有方主便開出來跟我們說 要解決貧困的根本 但解決貧困的根本不是對證下約 那究竟是要做些甚麼呢 而再來看 我方台上問有方的時候 我問有方 究竟是否只要對象是貧困的人 無論成效做得有多差 都是叫有效扶貧 有方就跟他說 阿秘魯這個例子沒有前後比較 但我方就不明白 原來今天做完這個公平貿易價值之後 做完都還有78%的人 要經歷飢 是不是在有方立場下都是叫有效呢 有方再跟我們說 原來我這個是孤例而已 有方不可以只說一個例子 很多我方 但是其實有方跟我們說甚麼 就是講烏光打的例子 今天原來有方 連秘魯的例子都回應不到的時候 我方就不明白究竟這個烏光打的例子 是不是又 真的可以更加有效 我們再來看看 原來在秘魯 原來咖啡龍每磅的咖啡豆 最低收購價錢是1.11美元 但原來它的成本是每磅1.31美元的時候 成本多過收入的時候 到底是不是真的好像有方那樣 是可以多到三成的收入呢 再看紅刀拉絲 它的收購價是每磅1.14美元 但原來它的成本是每磅1.37美元的時候 同樣成本都是高過收入的時候 是不是在有方立場下都是要賺了呢 而今天有方跟我們說 原來 然後整理完這個公平貿易的咖啡 是可以促進產業發展 就是等於可以扶貧 但我方不明白 是不是原來我今天增加了他們的交流 就叫做有效扶貧 是不是我今天這個農民和那個農民 講多了話就叫做有效扶貧 所以有方需要解釋清楚 所以我們今天就由三個方面出發 拆解有方主線 第一個方面就是收入和支出 其實有方說到原來這些咖啡的最低收購價錢 是真的可以確保到他們有穩定的收入 但原來我們看看 原來根據這個紐約城市大學研究員Samus指出 原來在2016年 在全部公平貿易咖啡之中 只有34%是可以以最低收購價錢去出售這些咖啡豆 而其餘66%是因為沒有人買 農民只可以有一個更加低的價錢去買去一般市場的時候 當今天原來收入和成口 根本就不是有方過那麼多的時候 那它是不是真的屬於有效呢 而再來看 原來今天上升的不僅是咖啡豆的售減 還有支出農民要給年費、認證費 肥了成本的時候 根本整件事就沒有有方說到那麼有成效 而第二個方面就是社區發展金 有方跟我們說原來 原來這個社區發展金 是可以幫起一些設施 可以製造一些獎學金給農民 但我方不明白了 原來今天你連農民根本沒有輸入的時候 我要獎學金來做什麼呢 所以有方需要解釋清楚 所以今天公平貿易針對農民的收入 根本有方就幫不到 再來看整個咖啡產業 原來最窮的咖啡農人都是幫不到 哈佛經濟學家跟你說 原來最貧窮的咖啡都仍然貧窮的時候 是不是今天農民幫不到 咖啡工人幫不到 都叫有效呢? 謝謝各位 反方第一副辯發展時間為3分14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然後是正方第二副辯 你有3分鐘的發展時間 準備好請看鏡頭C2 請問聽不聽到嗎? 主席聽得清楚 可以 叮 再做好了 再做各位大家好 我們不如從過去現在未來 三方現場審視一邊看 先等一過去 今天有方的定義很簡單 就是他覺得以前很窮 有了公平貿易之後都很窮 所以覺得就無效了 有方一副跟我們說 做完之後都貧窮 但我方之所以認為 前後的對比是這麼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們舉例 派了之前是窮 派了之後都是窮 不等於他完全無效的 所以我們更加應該對比前後的生活 有沒有改善 就是聯合國都所說 扶貧的最重要的標準 應該是看他們有沒有可以符合 基本生活條件自力更新 但我們看到 原來過去沒有公平貿易的時候 不少咖啡龍都溫飽難故 例如伊索比亞政府 在沒有公平貿易組織的時候 當我們都說 咖啡豆龍的收入會被收購商厄殺 以至三餐不計食 飯都吃不到的時候 參與了公平貿易之後 正正可以令到他們 遺生自力更新 所以我們先看看 由方所指出公平貿易到底有什麼漏洞 首先支出的問題 按照由方的邏輯 如果想問由方的農民如果是貧窮的話 那他們之前只是貧窮而已 現在是做到虧錢的 那按照由方的邏輯 如果咖啡豆龍是虧錢的話 那是否理論上應該沒有公平貿易組織的 成員呢 還是有方覺得現在的組織在迫那些 咖啡豆龍去加入他們呢 所以我們正正看到 再看有方所說的支出到底是否真的不合理 年費呢 我們看到原來社區發展 他們放了大量的比例 都放在社區發展金那裏 譬如說2014年 3,700萬的社區發展金 就投入了幫助咖啡豆龍的基建 和生產設備的設施提升生產力 而應徵費用呢 正如我方所說 我已經說了 當0.03美元 對比起每磅最低收入是1.4美元的時候 想問有方為何是一個不合理的水平呢 有方解釋到 所以最後再看一些化肥的一些使用 但我們要看到背後的原因 正正是因為在一些不發財的國家 農民可能會錯用了一些農藥 或者不懂得怎樣去耕作 所以當原來這個背後的支出 是有助提升他們的收成的時候 想問有方為何是單計每件價格的 最低收入和支出就可以衡量到他們整體的收入 第二 今天有方覺得都是一些貧窮國家的地方 所以其實有方只是 但是我們想問有方便 就是墨西哥或者巴西這些地方 難道他們就沒有窮人嗎 再者就是公平理念 這個概念之下 走了不是很久 只是近十年才申請備受關注 想問有方便是否不可以持續發展下去呢 所以未來我們不妨看看跨國咖啡企業未來的趨勢 原來由於近年消費者選擇多了 權力大了 而他們對公平貿易的認識和支持都提升 更多人響應公平貿易 所以近年更多的公司都重視此理念 例如咖啡穿頭可計劃都令到有錯扶貧 多謝各位 正方第二負面發電時間為3分10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反方第二負面 你有3分鐘的發電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4米 4米 主席聽得清楚 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 所以有方便義父和我們發言的時候 公平貿易走近十年而已 但問題是公平貿易組織1998年已經走近的時候 有方便今天的資料很明顯有問題了 所以聽完有方義父的發言 就可以從三方面拆解有方主線 有方和他的納粹很簡單歸納 就是覺得做了就等於是好 做了就一定是扶貧 但問題是有方論證不到大部分參與了的農民 他所支出的是多於收入的時候 農民依舊沒有收入 甚至因為這個公平貿易機制而市場的時候 究竟是扶貧什麼貧 所以有方納粹很奇怪 就是覺得幫助農民不理結果是怎樣 已經稱得上一個有效的扶貧方式 甚至乎連例子都沒有交出去論證這個城下的時候 已經跟我們說其實他已經很好的了 所以有方納粹只是論證一個圓景 但問題是不是論證現時的現況問題是什麼 有方納粹無法公平貿易對局立的咖啡龍有乘客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來看看產業其他有需要的人 原來一隻最貧窮、最有需要幫助的咖啡工人 是這麼難在公平貿易的咖啡撒毀的時候 上面一層一層的利益記得者拿了好處 有方納粹是否不需要你最有需要的人 繼續吹捧這個公平貿易咖啡 小數人已經可以幫助小數人 所以有方就跟我們說 原來有最低收入他們就可以保障到 但問題是一副問題 收入是否足夠應付支出呢 有方不回答 所以有方便面地論證 那些農民收入會高了 所以公平貿易就是有 但是他從來沒有理過公平貿易之中 他們有需要去交的成本費 或者合作成這些費用合不合理 前場跟你說 原來有這些問題出現的時候 原來這筆設施原來幫助不了他們的時候 有方不可以直接拿出來說他可以幫助他們 但是又不交任何資料去論證 相反我看回哥倫比亞咖啡農場的收入 每磅0.88美金 但是每磅的成本原來是1.09 究竟他賺到在哪裡呢? 有方前場跟你說了墨西哥 秘魯的例子 通通原來虧錢的時候 有方和我自己也解釋不到 所以有方和我論證不到 如何幫助他們賺錢 而更甚的是 舊金山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Bruce Wright也指出 原來咖啡農加入公平貿易所得的利用 基本上是用來繳交不同的成本費用 甚至乎在合作社的費用的時候 基本上他們用來繳交不同的費用 長遠來說他們的收入是0 所以再看看 原來不論從國家的富裕程度來說 第一是工人程度來說 工平貿易也幫助不到 還有需要救這群人的時候 他根本就是無效 第二就是這個例子的問題 有方和我們說 縱援是有效的 但問題是 原來看到的是 今天不是做了一些事情 就等於是胡錦平 不是做了一些事情 就已經是 我幫到他們了 但問題是 原來他今天給縱援的時候 政府給的縱援錢 原來都是不足夠的時候 因為他根本就不能夠保障到 而再來的是 有方台自力更新 他說自力更新 但問題是例子和數據都沒有交出 因此有方台在文官數字上論證不到 幫到最有需要的那群農民 而國家例子上面都說不到如何有成效 多謝各位 反方以赴發言時間為3分07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現在進入台下發問環節 雙方各有兩輪發問 先由正方拍到台下便員 向反方提問 發問時間同樣為1分鐘 以及1分鐘的準備時間 和1分鐘的回答時間 和台上發問環節一樣 所有的時間結束之前的15秒 我都會有叮一聲的提示 所以在準備時間聽到一叮 是不需要急著出來發言先的 請問正方台下有沒有什麼困難? 可以先解除正音並且試麥克風 可以先解除正音並且試麥克風 試麥克風 試麥聽得清楚嗎? 主席聽得清楚 如果你有準備好可以向鏡頭示意 請問正方台下 可以 大家好 今天右方覺得無效扶貧是因為參加公平貿易成本 大於收入 而建基於三個成本的支出 今天右方就說 咖啡龍要給特定的肥料錢 但其實這些會由農民組成的合作社 共同貪分這一筆費用 究竟落到農民的時候要給多少呢? 因為右方就需要解釋清楚 而且這些肥料對環境會造成破壞 不會造成破壞 可以有作可持度的發展 可以提升他們的產量增加收入 再看一些認證費用 其實他們每年只需要付0.03美分 而經收張他們需要付的錢 是由國際貿易機構去付的 不需要付 而他們現在付了這一筆錢 就可以賣到每磅咖啡1.4美分 相差是46倍 難怪馬來維參加了這個計劃的人 每日收入只有2美元 去到現在超過貧窮線的2美元 幫到89%的農民 為何是無效扶貧呢? 今天右方要論證成本 大於收入除了主編對出的3個成本 還需要講解其他方式 多謝各位 現在進入1分鐘的準備時間 請 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請反方派出位電源回答 有1分鐘的作答時間 準備好請問鏡頭示意 字幕志愿者 聽得清楚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 有方派對我們說 原來不是一個農民自己去買肥料 原來是合作社一起買 所以這樣就很公平了 但問題是有方派對我們說 他合作社買肥料之後 他原來每磅可以賺到1.41美分 這正正就是有方派對我們所交代賺的錢 但問題是原來現在的成本費用 是1美金 甚至乎是2美金的時候 有方派對我們這個美分 原來100美分才是1美金的時候 有方派對我們說 有方派對我們說 原來是合作社一起買的時候 問題是原來這些合作社的錢 都是由農民不知給什麼費用 才幫到他做到的時候 楊無出自楊身上 這個運作機制根本就不合理了 就是說什麼 我今天要別人幫 我今天很窮 我要別人幫 但問題是我要給了錢之後 別人才來幫我的時候 究竟有什麼用 所以根本就不合理了 就算我方再退來講 再退一萬步來跟你講 這個機制是合理的時候 原來長遠成效和即時的成效 有方派對我們現在都交代不了 現在請反方派出一位台下便員發問 請便員開啟鏡頭並且視麥克風 可以再來點資料 謝謝 請家族 け世間 小米 主席聽得清楚 不好意思我 就讓她搞得到 好 jan 認識 こちら 不好意思 准备了请点头示意 可以 今天有科同学说公平贸易咖啡只是其中一个扶贫手段 叫我科比不要太高的门蓝距 一副甚至说公平贸易咖啡是很多不足的 但是要给他时间 所以按照尤方逻辑 是不是我只要挂了一个公平贸易的名字 无论城下是什么都叫做有城下呢 甚至尤方同学说要做前后比较 只要没有了中间人 那些农民就可以免受抹削就有效扶贫了 但原来没有中间人也好 根据伦敦大学的研究跟你说 在公平贸易咖啡之下的农民收入 甚至没有加入农民还要低 尤方说要做比较 现在跟你说做完之后比不做更差 在你眼中是不是都叫做有效扶贫 叫做改善了一帮农民的生活 谢谢各位 现在进入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现在进入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下期再见 再次参加了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们看到它是真的有建筑的乘客 有效去扶贫 我们再给一个例子 我们看到没有公平贸易的马拉伯 九成人口都是处于贫穷 而根据北加仕基金会 推动公平贸易理念的活动 令当地参与的咖啡龙每日收入超过2美元 出来1.9美元的贫穷线 所以今天有方不断在跟我们说一些 例子都只是属于权威 只是举一些理论上的一些研究 但当我们看到实际数据时说乌光达 有方就实时跟我们说不需要理他 所以我们再来看到有方为何说收入呢 就是因为他资出正如我方已经说了 当资出原来是整个合作者一同去比 而是包括了公平贸易组织的一些资助的时候 所以有方说当收入和资出不是实际 请停止发言 对 请正方派出第二条台下发问 请变员开启镜头并且试咪 试咪试咪 主席听得清楚 可以 请问了有方几次有效标准了 有方答不出 因为他们觉得穷就做什么都没用了 除非是由穷变有钱 所以有方同学提出标准不合理 有方同学说成本高要收入 那个Bruce Riddick指出除外 其实他是刻意忽略了公平贸易认证 可以提供產品出口價格大概是每磅5美分 所以有方同學今天用錯數字 而社區基金除了要農民給之外 國際公平貿易組織亦都會定期給資金 但是有方同學覺得農民一分錢都不給就最合理 所以當政策可以提供兒童的就學率 而尼瓜拉瓜的合作者投資水塔、治維水等等 有140個家庭收益的時候 想問有方公平貿易是否可以直接幫助教育、食水和基建這些根本原因 多謝各位 現在進入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贏 贈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請反方派出一位電源回答 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鏡頭試衣 請鏡頭試衣 主席聽得清楚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 有方就問我們 究竟我方的有效標準究竟在哪裡 所以我方就跟你說 原來今天起碼我們要幫到貧窮的人 我們起碼要收入大國支出 我們再來看看有方有交出一個例子 我們看看成功的例子 原來愛爾蘭透過國家反貧窮策略 成功可以將貧窮失業率由110%降到4% 這些就是有效 相反我方跟你說 原來他們工資是比沒有參加的時候 更低 有方跟我們說是數據權位 今天有方原來這些教授都不聽的時候 有方一個例子都舉不出的時候 不可以隨便地反對我方舉出的例子 原來今天第二件事有方就跟我們說原來他們今天是可以賺到5美分的 但是有方前場跟我們說什麼 可以賺到1.41美分 現在又說5美分的 我方不明白了 究竟是賺到多少錢 所以今天有方連數據都不清楚的時候 不可以跟我們論政變題 而今天 現在請反方派出第二條題下發問 請電源開啟鏡頭 並且視麥 視麥視麥 請問聽得清楚 主席聽得清楚 視麥視麥 請問聽得清楚 主席聽得清楚 準備好的話可以向鏡頭示意 準備好 叮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很強調前後對比 但是有方說這些生產者組織可以幫到農民去扶貧 但是有方自己沒有做過前後對比 有方需要冷靜的是 在公平貿易之前 農民是不是就完全不會合作 是不是每個地方的咖啡籠 都是在公平貿易出現之後才突然間會合作 去達到有方的利率 而有方第二說這些社會發展金可以幫助農民 原來我們看到的是 根據Economics and Fair Trade報告 農民自己非常不滿資金發展的決策過程不透明 會有存在濫用的情況 而根據倫敦大學的報告 原來一些現代法廁所的改善 會給了生產者組織的高級人員去使用 而起學校的資金就流去了起教師的住坊 以及去起駕非合作者的建築物和資金等等 因此有方需要論證的 所以想問有方 當這些錢根本就不是用在貧窮的農民身上 是不是有方覺得這些都叫做有效扶貧 還是有方覺得這些錢農民無份用都叫做有效扶貧 現在進入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請問 Amber 扶貧 扶貧 出貫 出貨 扶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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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请正方拍出一位电源回答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显向镜头示意 听到清楚 可以 有问题是钱当然会流入农民 我再解答有问题 首先第一 有方说没有给例子 但我方二傅已经说了 跟他们说 伊索比亚的政府 当局都说没有公平华日的时候 那些人三三不计 但当有了公平华日的组织之后 咖啡豆腐才能吃到饭 再给一个例子 我们看到江国的基吾湖地区 之前在公平华日的组织的情况下 咖啡豆腐都要往往游过这个湖去交贸易 到时每年都会游死十几个人 但我们看到之后 原来在公平华日的组织出现了之后 可以搭船过去的时候 想问有方和我 为何多了人可以交易的时候 是不是有了负负 Jane 而今天有方和我们说 不通脉有人投诉 但如果有方有多少比例 someone投诉的呢 但是我们看到原来国际公平华日组织 也是开放在一些国际 其他组织 去监测的时候 我们看到50%农獲下跷 而他們的決定都是由 會議時間結束,請停止發言 各位 台客發問環節結束 現在是結辯準備時間 雙方結辯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現在開始計時 結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严重的时候 这样是不是又叫做扶贫 解决到贫穷问题呢? 总观传场我们不难发现有方犯下以下谋误 第一 有方立场很奇怪的 今天有方开出来的标准是从根本解决贫穷问题 说公平贸易很有用 但是之后又说要给他们一些时间改善 我们太苛刻 其实公平贸易已经做了二十多年的时候 我方台下再问到底有什么成效 有方也解释不了 所以其实有方根本是无论证到是如何有效扶贫 只是觉得做了好过什么都不做 第二 有方又说那些社会发展金 建了很多设施 而这些设施到底帮了农民多少呢? 有方是没有解释到 就是觉得做了好过没有做 没有来到成效 我方台下已经说了 其实那些钱是拿来建厕所给高层的 其实根本是没有帮助他们 不明白有方为何还觉得公平贸易资金是否可以帮助他们 而有方又说那些社会发展金其中一部分 是拿来给奖学金的 但其实当农民书都没得读的时候 有些奖学金又有什么用呢? 发展金帮到多少人多少国家有多少成效 有方又没有解释到 而这些钱又不是运用得那么適合农民的需要的时候 根本就是无效 帮不到农民的长远发展 没有办法由基本开始扶贫 第三 有方觉得公平贸易咖啡 是必然可以令到农民的收入提高 有方主编都说要是根本解决问题 可以帮助他们自力更新 然后又要我们前后对比他们的收入 然而有方从来没有解释过 收入如何去帮助市民自力更新 也没有说过到底他们的收入是否足够应付支出 而有方自己是整场都没有前后类比过 而有方用了很多国家的例子 例如红德拉斯 秘鲁 哥伦比亚等等 其实 农民连最基本要给的费用 已经超过他们的收入的时候 收入就算好像有方这样提高了一点 都不足以应付加入公平贸易咖啡的不合理支出 何况我方主编都说过 农民加入了之后的收入更低了的时候 可见公平为咖啡是根本解决不了他们本身的贫穷问题 反而还令农民一直亏钱得不偿失 其实说了这么久 相信双方都希望可以真正的扶贫 帮农民过上更好水平的生活 咖啡龙因为贫穷而无得接受教育 知识水平低下 只可以世世代代做咖啡龙 从而获取微博的薪酬 然而公平为咖啡根本没有解决到这个问题 表面上是提供协助给农民 事实上只是令到他们继续困在贫穷的循环里面 没有解决到他们需要的问题 而没有心对他们贫穷的成因去改善 要真正的去改善他们的生活 从来不是打着要帮他们的气候 就这样随便找个方法 不理他们有什么需要 不理问题有没有解决到 就叫做帮助到扶到品 而是要由根本问题开始解决 循序漸长帮他们 用社会各界的资源去解决他们的贫穷问题 谢谢大家 反方结变发言时间为4分03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最后由正方结变总结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是名秘书 听不懂得清楚 主席聽得清楚 可以 让各位大家好 有台课称钱给了郑和合作社建中 但是我們看到這些建設可以幫助生產設備 為什麼不是對農民最有利呢? 以赴更加跟你說如果虧錢的話 你已經是沒有人去參與的 但是現在我們還看到有人去參與的時候 有方解釋不了 介紹農的慘況大家是不是現在不知道呢? 公司騙擇他們 大家是不是沒有在新聞看過呢? 其實很多事情我們一早就知道 但不會身體力恨 而公平貿易這個新機遇 讓大家重新思考剝術農民利潤最大化 是不是符合商業道德呢? 產業的心態和消費者的心態 亦因此改變 大家不再只是懂得戴口號 而是喊口號說要幫 而是會作出實際行動 今天不妨從斗農合作者 以及跨國公司三個持份者探討編題 才看斗農 今天斗農最需要的是什麼? 在三餐溫把都交不掉的時候 他們只是想要一個可以公平貿易的方法 都到同自己勞動力成為的報酬改善生活 公平貿易現在才剛剛真正被關注 其實很多事情都可能還未夠完善 幫不掉所有人 但不代表就是無效 現在我們用最低收購價 社會發展基金這些機制 去幫助我握索成慣的斗農 一而否都還有跟你說例子 所以按照內方的邏輯 就是只要他們的生活 比起之前改變了 基本上可以搞定三餐溫飽的時候 又可以因為社會發展基金 有些基建設施 例如學校那些 小朋友就會由書讀 教育水平會提升 從而提升未來收入 同樣達至有方長期提升收入的合表 我方義父更指出 由於公平貿易的出現 不少企業都開始選擇 購買公平貿易咖啡豆 因為有消費者想吃得心安利得 保障了豆籠的最低收購價 更加重要的是 公平貿易仲處於一個發展階段 我們不可以對它要求太苛刻 它不是一個一次性 全面性解決不公平貿易避病的系統 而是一個工具 可以幫助農民與工人 工人平衡貿易當中的權力關係 在大部份的發展力量上 權力的條件 權力的條件具有最深遠的影響 是有公平貿易好還是沒有呢 我們今天現在可以做的就是指望未來 不是要求所有東西都要求公平貿易解決了 我可能有信心將它會成為一個核上負貪計劃 幫助更加多的斗農改善生活 逆論正足道 再看合作社 各式斗農知識水平不高 又沒有太多資源 他們為了去多些土地生產隔壁斗 不適斬了熱帶越林的樹 而公平貿易正正可以團結發展中國家 細菇力藥的小農結立可持續發展劣物 令小農不再是單打獨斗 台下更加跟你說 現在成本是可以由合作社貪分 付出少少收穫多多 他們可以掌握農產物的價值重獲 意見能力不再被市場主導 還可以一起購買生產工具 共同獲利透過穩定交易 他們都可以互相學習 產生出更好的農作物 可見透過公平貿易 等農可以在價值上流動 協議比較好的交易條件 強化社會組織 同時保護他們的環境 就已經是有效時間 最後再看跨過公司 由於公平貿易俗戰被大眾熟悉 消費者不再想吃人去饅頭 所以更加多人願意去購買公平貿易的商品 而消費者首持的鈔票就是選票 每一次消費都會影響公司取態 而當消費者更加傾向於購買公平貿易的咖啡豆 企業事業不會提供更多的 都會是豆瓏 最後希望所有豆瓏都可以靠用咖啡豆 去查片天,多謝各位 政方結辯發言時間為4分10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比賽過一段落 現在先給少許時間評判整理分數 也提提評判,最佳辯論員是需要額外評分 每位評判請先選出三位表現最佳的辯論員 再分別給予分數 最佳一位得30分 次佳一位得20分 剩下一位得10分 請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至于后场两边无论是抛什么东西出来都好 反方都是说你都没有解决根源的问题 就要下社区背图等不同的东西 但去到都是那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社区背图才有根源 而为什么剥削不是根源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两边起主变的时候 没有落清楚的一个说法 如果是说清楚的话 就会处理得好一点 无论是正方还是反方都好 其次想说的就是 因为可能资料运用上和例子方便 我觉得反方一开始的时候 他的资料听起来是很强的 就是反方的主变上 就是无论是资出收入等等 很多不同的资料都很强 原因就是因为反方就给了一个很权威性的说法 就是美国的研究 英国的研究 倫敦的研究 但问题就是去到听到后场 其实资料都是这一堆 就是都是一些很权威性的说法 但实际上有没有一些很深入 就是针对着哪一个国家 有多少人是这样 究竟针对着可能正方说一些 什么尼尼亚 什么 我不知道 那些很穷的国家 究竟实际情况是怎样呢 我觉得这个是反方 今天就没有去描述的一个位置 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惜的 因为如果纯粹全场 都有一些很权威性的说法 其实听第一次的时候 我觉得OK的强 但是越听慢慢下去 我就会想为什麽会这样呢 实际上为什麽这个研究会有这个说法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惜的地方 同一时间就是支出大国收入的位置 我觉得一开始正方法 没有什麽有限的回应方法 但去到异货的时候 问了一个我都很想知道的问题 就是如果收入真是小过支出的话 那怎麽现时有一帮农民 会去继续公平贸易的呢 就是他们是不是傻子 或者他在那里虚钱 我觉得这个是反方今天避了没有回应的地方 但其实又不是说很难去认的 就是可能很简单地说 就是如果他不加入的话 他会虚得更加多 就是类似这样的说法 我觉得这个是今天反方没有处理到的一个迫发 但是我也想知道的 那跟着正方面的资料 其实我觉得正方今天有很多很强的资料 但不知道怎麽是去到后场才出 就是例如就是台下的一个 好像是马拉威国家 不知道有98%的人 因为公平贸易 所以就由开不了饭 变成开到饭 那这些是一些很强的资料 但前场是没有什麽听过 而正方的台下呢 其实问的时候呢 其实都问了 就是给了很多资料出来的 但是可能是因为这条问题太长 或者时间不足 所以就说到可能有点快 然后我就不太听到 例如就是正方的第二条台下 就尝试去反驳反方一个支出大国收入的说法 他就说伦敦的教授是计错的 但是问题就是可能 就是可能因为太早了 可能我不是太清醒 又或者其实可能真的 这条问题就有点 就是说得太快 或者说得太急 所以就不是很抓到 究竟他计错的位置在哪里 但我觉得如果他真的计错的话 这个对正方来说 是一个很强的资料 那可能下次就 就是说清楚一点 那对正方来说 就会是强一点的 那最后就想说一说的 就是便记上 其实很轻易听得出 其实反方的经验是一定 好过正方的 所以正方的同学 虽然你们经验 可能比反方的同学就少一点 但是希望你们都能够 就是给点信心自己 就是无论是一副二副 就是见到你们的时间 可能都把握得不太好 所以希望无论是正方也好 反方也好 两位同学在未来的比赛 都能够进步 是多谢 谢谢赛会 谢谢 谢谢评判的评语 接着有请 加密柏语中学辯论队 负责老师 黄文杰老师 谢谢主席 我想在这场评判里面 其中一件事 可以在比赛里面 可以说的是 究竟什么是有效扶贫呢 其实正方里面 它是 我觉得 我比我听得清楚 就是去到后来 多一点 就是说一种 前后比较的情况 就是说参加了 和不参加之间 的分别在哪里 这点比较 不是不行 是可以的 不过我觉得 能够说得出就是 他参加之前 究竟具体情况是如何呢 而其中我都同意 先前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参加了之后 因为按反方的说法 就觉得 对情况是越来越差的 或者更加不好的 就是有这个意思 甚至曾经表达过的 我都很想知道一个问题 就是正方有问过 但不是很有系统 或者是很有组织 问就是 那为什么那帮农民 会继续参加呢 如果这不是一个捆绑式 或者是一个强迫性 必须参加的 贸易的一个制度的话 那为什么呢 情况越来越差 他会继续参加呢 这个呢 我都其实是 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那如果 就是反方没有很正面回应 正方应该就这方面 再想一下 那会不会其实是 数据资料 或者当中有什么问题出现 以至他会继续参加 那我觉得这个呢 是可以去试一下去想一下 第二个问题就是正方那里 他说呢 公平贸易是可以继续发展 就是说 现在未发展得很成熟 或者怎么样 将来可持续的 可以继续优化 或者改变的 那我觉得需要知道的就是 我就想知道 那其实 就是觉得现在有些不足 或者有些不理想 那你将来 其实是想怎么理顺它呢 就是你觉得是向哪个方向呢 那现在 既然都做了不足了 现在为什么呢 如果真的认为 现在有些不足 或者有些地方可以改善的话 那为什么现在不改善呢 就是这个也是反方 可以想的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现在不处理的呢 是不是处理不了呢 或者问题不对交的呢 那这个呢 我觉得是 都可以想的一个方向 至于呢 反方里面 其实我心里面是这样想的 就是我觉得反方 说什么叫做有效扶行呢 我觉得他心里面是觉得 他可能不再是贫穷那样的 虽然他没有这样说 但是我觉得我听上来 有一种小小的感觉 原因就是因为 究竟右方说的有效扶行 就是我说反方 心里面的有效扶行是怎么定义 或者它的标准是什么来的呢 因为他的说法就是 类似是想说 就是正方的情况就是 你越参加越差 比以前更差 所以就无效了 那其实反方心里面 那个准则 那条线是在哪里的呢 因为我听听一下就觉得 他应该是要比以前有改善 但好像不单止改善 好像有种感觉 就觉得 他应该不再是 是好像以前那样的了 不贫穷的了 就是 当然没有这么说 不过我有种感觉 如果真的心里面是这样想 或者似乎不是很清晰 是这样想的话 就要想想 扶贫和完全不是贫穷呢 究竟之间有没有一个差异呢 第二件事 就是我觉得是对象问题 就是扶贫其实是在扶着哪一群人呢 就是参加的小农 就是那些咖啡农 是这个生产链的哪一部分呢 还是不是直接参与的人 是间接的人 受影响的人都属于呢 原因就是因为扶贫这个说法 究竟是在讲这个对象问题 究竟是哪一群人的 因为有时候听下去 可能未必有听到很真 有时候说 最贫穷那批都帮助不了 那批最贫穷 在整条生产链上面 是哪个位置 又或者是否在生产链里面 是直接啊 还是不是直接那批 那批 现在就因为 这个这样的公平贸易 究竟对象对象是什么人呢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反方可以想想 也都是正方可以想想 反方说的时候 是否很聚焦在相关 或者直接的对象上面 不过怎么也好 那就多谢你们来参与比赛 那我分享到这里 把时间交给主席 谢谢 多谢评判的评语 最后有请人济医院林伯恩中学教师 王智信老师 就双方的表现给一些评语 大家好 应该都听到我说话 其实这场比赛呢 我都很久没有做过辩论比赛的评判 我觉得都是精彩的 因为精彩在于 我都很认同第一个评判 可能双方的经验上有些落差 但我看到其实 正方和学生都很努力去尝试回应 令这场比赛 其实在回应和交锋上 其实都是紧囚的 而我们去看两边的主线 我觉得先讲正方 我觉得主线上面 正常都是完整 都是这样说的 但是怎样可能再高一点 就是容易点去说呢 譬如正常比赛 我觉得观感就是很散乱 因为大家都是不断去抛一些例子出来 抛不同的地方 其实都可能大家都预认了 那就变成了不停抛一些不同的国家 但是怎样去再能够 就是好像你这么说 有个前后对比 或者能够更加组织清晰地 去带到的成效出来 就是负民成效 就是会不会找一些指标呢 其实正方是有的 是有 就是渗入到你们的不同的辩位 有讲过少少 但是如果你早点在主辩 带到这几个指标出来 那评判或者是大家就很容易 或者很舒服地听到 或者是认识到 我究竟前后比较的成效是怎样 例如正方我记得呢 在台下发问的时候 说过一个第一条发问 很好的 他说了马来这个地方 好像是马拉丁马来这个地方 听得不清楚了 主要说就是收入 是用一个贫红线这个指标去说 那就是过了1.9 应该是绝对贫红联合国的 绝对贫红的定义 那他超过了这个贫红线 那其实这些例子是很好 也很强 很扎实 也有一个地方 也有清晰指标 告诉你们 前后对比 那这些应该是 反方很难 捉到 或者很难 较为难去应对 而第二件事 我也见到呢 你在台上的发问 你有一个第一条 你问过乌干达 你说说这个整个 就是讲完他的地方 乌干达这个地方 收入多三成 工作机会多五成 那你怎么回应 其实你一早已经见到 反方 其实是没有回应的 他害怕了 他避了 他只不过很有巧妙地跟你说 他避了 跟你说你是孤立 说墨西哥 说其他地方 或者我估计可能反方 其实不是害怕的 可能他第一下 可能有准备到 他没回应到的 但是我觉得正方 如果有一个经验 就是下次要知道 就是你可能要感觉到 或者你要察觉到 反方 其实会不会 有些地方的例子 是会认不到你 那你就要追着大打了 但是我见到正方 就很惨 可能很可惜的地方 就是 虽然台上的发问 拿了分 但是怎么可以再把这个分 发大呢 就是可能在往后的位置 你还有一副二副 你还有台下的 或者之后其他比赛 你再追 就是应该是这样 就可能会 在主线 或者例子上面 会承接得清晰一点 会好一点 那可能说多一点点正方 那就是呢 我见到可能 反方一开始主辩很好 其实说的例子 非常好 就是说那个开支多了 那我见到呢 其实正方整场比赛 都不是太敢回应 或者回应得比较少 但是我觉得 可以融合 其实你们某些的观点 其实可以承接 都回应得好一点 例如正方你经常都说 因为那个计划 刚刚开始 那开始也没多久 那当然反方有足利特 其实都不是 九八年开始了 那但是如果你真的 要继续打这个方向呢 就是我觉得 你可以说 其实好像平时做生意一样 就是有些人做生意 就是你是整十年的计划 你要摊长二十年去看 那为什么明知 头五年 扔了一些成本 虚钱都要照做呢 就是因为之后的回报大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 正方其实有多一个优势 就是很多时候呢 这个变题其实都比较阔的 说扶贫这两个字 你都开了社区发展 那其实你可以 彈来彈去 就是你彈来彈去的意思 你可以将你自己的 想说的地方呢 就是你觉得你没有那么优势的时候 你就 shift 过去说社区发展 那这个就是我想说的 就是长远了 就是你讲的那种回报 为什么头那几年 成本可能高一点点 但是为什么你都要继续做 这个第一 第二个回应呢 就是他讲的三个开支 好像很厉害了 但是你留心点听 其实都是在讲着 质素的保证 什么意思呢 就是可能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但是我想的方向 可能来之后 要找些资料 是否真的有这件事发生 就是他讲质素保证 你想想一下 如果没有这个公平贸易 他不加入 其实可能他之前做的咖啡豆 可能是没有什么质素 可能没人买的 那就不是说说 那个开支大的收入 之前的开支 可能是零 因为没人买 或者很少很少的成交量 但是有了这个质素保证 有了公平贸易 这个名字 就多了很多成交量了 多了很多的生意去做 所以 意思就是个分别 就是本来是零收入 虽然现在是 可能都是开支大些 但是不是零 那么简单 是有一的收入 那由零到一 已经很大分别了 是吧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些 就是多一个几个方面 但是不肯定 对不对 不知道是不是对 但是呢 可能是一些方向 可能给正方陀仔 可以多一点研究 那么我 凭正方就去到这里了 而我觉得 反方陀仔 那当然了 竟然会多一点 所以呢 就是主线 或者那个论点 都很理想 但是呢 如果再 就是优化一点点 讲完这个也有原因 因为还有一个评论 讲了很久了 就是呢 我会觉得好像刚刚这么说了 就是你都会见到 反方都是比较乱的 就是如果再 理想一点点 更加清晰去带到 比赛的优势呢 就是你要整合一些指标 你见正方没有做 就由你去做 可能你去说 可能一些贫共先 或者可能呢 交易量 就业人数 各种各种 你定个范锁出来去说 好过你直接说 某个地方名呢 那就太过散乱 那就令到会什么呢 就是 即使我见到你某些例子 或者某些的战场 你有优势 但是不显著 也都不明显 那可能你可以用这些范畴 去做一个总结 那你就 负便也好 结便也好 你的组织性就会大增 ok 那另一样东西就是 我见到呢 可能整合的指标 可能要 就是有一个 我会充 就是我见到你也有回应 很好 其实你的台下有说到 就是你的 政方说的社区基建多了 但是呢 原来是建立了教师 那些商家 那些厕所那里 就是落不到农民身上 那我觉得可以再优化 就是一个 现实生活的例子 很多时候真的有些 国际阴谋 我觉得 就是可能你可以去找一下 例如西加仁康 都经常都会说 他会贷款一些的 的援助 技术援助 帮一些贫困国家建一些的基建 是的 那很好 是不是 好像正方那样说 但是很多时候 现在被人发电 他很多时候是找回 自己西方 欧洲国家的承办商 去帮他建 还要建得很高价 那高价 那贫困国家 当然是负担不了 那就会破产 然后就会欠了巨額的负债 对于欧洲国家 而是欧洲国家获利 获益 那究竟会不会公平貿易 就是有这件事发生呢 就是我不知道 我也不肯定 但是很多时候 你找资料就是这样的 就是你就可以用其他的 生活类似的方向 找一下其实公平救益 会不会有像小银 这些负面的负面 反查一样 是会有呢 那你就可以更加容易去打到 正方说的基建的问题了 就是再配合你本身有的资料 就多几版去回应 是的 那我主要评 正反双方就是这么多了 是的 谢谢 谢谢 多谢评判的评语 而分值都已经传送给这么多的评判 那我可以 各位评判可以查回自己的WhatsApp 确认一下分数 好 那所有分数呢 已经确定无误了 现在可以为大家宣布赛果 今天的辩题是 公平贸易咖啡能有效扶贫 由正方 沙基湾观立中学 对反方补血会上至英文书院 正方得票为0票 反方得票为3票 换言之由反方胜出 恭喜 而今天的最佳辩论原为 反方第二负辩龙子恩同学 今场比赛到此结束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